什么样的铜钱能让这座城被称为钱王之乡 价值160万的铜器究竟用的什么材质 什么工艺 水里的红 山上的黑 为何能在古城绽放光彩 炸羊玉 西豆粉 羊玉八把 烟火腿 豆焖饭 酸辣凉粉 各种美味逛吃不停 感受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 品味不一样的惠泽古城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消费主张栏目一起走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汇泽古城 惠泽古城因为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 文明侠儿 素有天南同都 会馆之城的美誉 想要更好地了解一座城 离不开一位好的巷道 那么有请惠泽县荣媒体中区的主持人何书 何书你好 欢迎大家来到惠泽 在明代啊 这个东川府筑钱局铸造的开炉纪念币 家境通宝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金属古钱币 所以呢 惠泽也被誉为钱王之乡 在明清时期呢 因为这个铜的开采冶炼的进一步发展 惠泽成为了中国西南的驻地中心 那会馆文化呢 也就在这里兴起了 哎 你别看我们这个小城 核心区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 但是这古建筑群呢 非常的密集 其中呢 包含了各类大大小小的会馆寺庙宗祠 一共是有108座 所以呢 惠泽又被誉为会馆之都 庙宇之城 哪怕到现在呢 惠泽依然享有 清代古建筑博物馆的这样一个美誉 那现在呢 还有1.4万的援助居民生活在古城的核心区 所以说它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古城 所以这么多的看点 我们就慢慢看 慢慢逛 好的 惠泽县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隶属于云南省区境市 因境内金沙江 牛兰江 小江 伊里河等树水汇河而得名 惠泽古城在惠泽县城的北部 始建于1731年 清雍正九年 三千多年的同上文化 让惠泽古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早在东汉时期 惠泽铸造断打的螳螂红席 文明侠尔 明清时期 惠泽的铜产量占到了全国的60% 惠泽在开采 冶炼 铸造 经运等方面 可谓盛况空前 吸引了甘蔗 桂川前等地商谷云集 全国十省八府在惠泽都建有惠馆 惠馆的它最初建的时候 它的功能 主要是同向到这个地方插金桶 但是 随着时间的退役 当地供奉的神灵也搬到了这个地方 所以它还具有既视的功能 其中 江西会馆被移为迎来古建筑之精华 是清代古建筑的精品 它有三重前沿 五重后沿 前后沿 共42个异角 建筑保存较为完整的是江西会馆 如道佛三种文化并续 而湖广会馆盛在精美的镂空木雕堪称一绝 湖广会馆也就是我们八大会馆中 规模最大的会馆 世界已名模清楚 至今已经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以这个镂空雕刻成熊仪式 它店里分为前店 中店 后店 每个店里有十八十二格子门 它是三层 五层 九层的镂空雕花 它的一个主题 比如说这些格子门体现的是大以至随的故事 右边的这个九层的镂空雕花 从正面我们看 它是牡丹 从反面看来 它就变成了恶龙师兄 在采访中 大家对惠泽古城描述最多的就是 这里是一座有活力 又能让人身心放松的古城 古朴和那种清静 还有那种又有活力 真的很有活力 就是这些建筑吧 对 就保留的还挺好的 街道上也有当地人在卖一些小吃 感觉非常细心 没有商业的话 然后你接地气 生活节奏特别特别慢 然后很放松 很舒服 来到惠泽古城不能错过的 还有被称为前王的一枚古币 这也是惠泽被称为前王之乡的由来 如今 加镜通宝已成为惠泽古城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在惠泽公园 一座二十多米高 放大版的大铜钱 成了大家争相打卡的惠泽地标 不愧是前王之乡 这个巨大的铜钱非常震撼 大家都可以便宜 把从前沿里穿过去的感觉 是的 这个大铜钱就是我们惠泽的地标性建筑了 希望所有来到惠泽的游客 都能向前看 到这里来打卡拍照留念 都怀着一个对财富的向往 这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是的 就在明清时期 我们这里是八方商谷云集 文化 政治 经济都形成了一个交融 所以让我们惠泽人民 形成了一个海纳百川 即百家之常的这样一种胸怀和精神特质 来 阿贵帮我拿一下 好漂亮的一只花瓶 你可得拿好了 这个可是贵重物品 有多贵重 这个价值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一只花瓶 对 如果要是弄坏了 你就得留在这打工了 那这个花瓶会不会更贵 这个其实没有这个贵 你猜一下它的价值 没有它贵 那比它便宜一半 十万块 那也太贵了 这个其实价值就是一千多块钱 一千块 对 你看 它的这个区别其实很大的 你看像这种斑铜 它其实是我们汇泽本地传承的一个工艺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是用自然铜矿石直接断打 加上显斑工艺制作 这样的铜器叫做生斑制片 而经过熟铜融住出来的铜器 加上显斑工艺 这样的叫仿生斑制片 或者熟斑制片 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像 但是用手一摸区别明显 谁摸好了吗 它就是一里一干的 这个是摸上个就画的 我们昨年这个放生半了 就是一千二百块钱 难得的高品位自然铜矿石 加上常年累月的断打经验 垂打好几个月才能成就一件作品 所以成品自然价值不菲 不过康贵有最得意的作品 并不是这件花瓶 而是这件飘炉 我做了二十多年 就做出两件飘了 一件是十步无关水层 这个是其中一点 放在水上 会短短的飘在水上 不是飘在水上 刚好飘在这个线条 但这个线条只能在这个位置上 也不能倒在上面 倒在下面 自然通常可以密度高的地方 到部的 密度低的地方到海域的 都是凭干酒 凭经验 这一只飘炉有多重 这个三斤额量 我斗胆问一下它的价格 它价值160万 在铜沙文化 会馆文化 和当地传统文化的融合下 惠泽古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如果要感受惠泽人民的一天 可以从一碗美味的早餐开始 那咱们惠泽人的早餐都吃什么 那可就相当丰盛了 米线 耳丝 面条 耳块 但是我着重要给你推荐的 还是西豆粉 刘桂荣家从北京到惠泽已经有四五代人了 从他的爷爷开始在惠泽古城经营早餐店 随着时代的变迁 早餐店的畅销品也在发生着变化 西豆粉 一种用豌豆做成的护状食物 出锅的时候还要在碗底放上一把乔麦丝 热气腾腾的西豆粉就可以上桌了 谢谢 谢谢 烤丰盛的早餐 西豆粉它的浓稠度其实跟蚝油是差不多 然后它是那种很浓郁的香味 反正这边的人都爱吃这个西豆粉 味道非常好的 营养又健康 我们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想来吃一碗这个西豆粉 把油条放进去 然后把这些佐料放进去 西豆粉搭配油条 还要加上葱 姜 蒜 花椒油等各种调料 尤其还要加上当地朋友热情推荐的辣椒 我们这个地方的辣椒是 它不像那个小米辣那种辣 但是有 就是很有层次感的 有香味 因为原味的西豆粉本身喝起来就 已经很有风味了 加了这些调料之后确实是又上了一个层次 对 下面这个桥丝也很好吃 软软糯糯的 老人和小孩都喜欢 因为它很顺滑 然后呢 很养味 就着油条一碗西豆粉下去 绝对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的开始 在惠泽古城 不得不品尝的还有一道很常见 却很有惠泽特色的美食 那就是炸羊芋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炸驼豆 惠泽炸羊芋会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人家都说吃羊芋长子弟嘛 就是非常长得帅 又麻又麻 很香的 好吃 香 香闷闷 非常好吃 又麻又麻 这个是惠泽的特产 有名的小吃 这惠泽人每天都离不了的 每天可能都要吃一只两次 炸羊芋原本是很家常的一道小吃 如今成了惠泽谷中的特色美食 甚至还有人把店开到了外地 这个鸭汁是老娘人吃的 它是别的 这个不是年轻人吃的 特别焦 它这个调料都很好中 每一家的这个调料 都有他们自己自制的秘方 所以其实虽然你看着 大街小店很多炸羊芋 但是其实你可以多尝几家 因为他们每家其实口味都不太一样 各有特色 其实别的炸土豆 可能就是一种调 一看 满满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种调料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口味 又香又辣又麻 焦香 焦香 然后里面又是一种面面的蛋香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吃羊芋的一个极致的吃饭 豆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特色的吃法 惠泽的灰豆腐与其他豆腐相比 那绝对撑得上新奇了 方建梅已经炒了二十多年的灰豆腐 每天下午五点开始 他就要在屋外的大铁锅里开始炒 一直要炒到晚上十点多钟 那会烟 烟一天也就炒了 一天要做不少 我们一天做一百多斤 要炒多久 要八个钟太一锅 才炒到像筛子 半个小铁一锅 一直就这么翻炒 就是要炒 这很辛苦 这个灰特别大 挖到风干 炒不出来干灰 等到豆腐块鼓鼓囊囊像个小球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灰豆腐吃之前需要把表面刷干净 用温水泡软 然后在肉汤里煮着吃就可以了 香味非常独特 因为炒灰豆腐非常辛苦 所以制作的人也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炒盐豆腐 炒盐豆腐 需要把豆腐再加了小苏打的水里过一遍 然后晒到半干 晒了死棉花 像这个 像这个样子 就可以煎下来炒 盐巴焯一下 再来这个倒进去了 等到豆腐块像油炸豆泡一样胀起来 就可以出锅了 盐豆腐虽然少了灰豆腐的独特香味 但是口味也不错哟 可说刘卫叔让我锯着鸡蛋灌股 可得给我端好了 千万别摔了 今天我要带你去感受的就是我们惠泽人民传统的 手工制作的这个挂面 而且它的调料呢是可以量身定制自由调配的 老板 我们要做三十个鸡蛋的挂面 好 放在这间 放在这间盘子做一个 赵正华在惠泽古城已经做了43年的挂面 他告诉记者 惠泽古城里一直以来都是顾客自带鸡蛋来定制挂面 一斤面配多少鸡蛋全由顾客说了算 八十个鸡蛋就十斤面条 你今天带多少鸡蛋过来 九十 九十 你做了多少斤面 五十斤 家里一直都要 小孩都喜欢吃 好几十年了吧 他这面擀一擀得好 吃也还是好吃 多少人都在这擀面 各位和喜欢他找方便找个方便 然后我们的比例就是 反正就是 隔八 已经一个鸡蛋了嘛 隔八两个 为什么他有一些虚化 他吃什么 他也有独房 一些点呀 这些 你的工钱 你的锅起来都蛮不快 面粉加上工钱 美金五元钱 不过顾客来了之后 还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打鸡蛋 挂面条等等 虽然费工费力 但这已经成为惠泽古城居民的生活习惯了 曾经的繁华让十省八府的人 汇聚于惠泽古城 让各地的饮食文化再次交融 羊八丸用惠泽县大海草山产的黑山羊 为主料做成的菜式 几十道的羊肉美食 按照食客的喜好 选择八道搭配成席 能吃出全国各地不同菜系的风味 王天顺的店已经开了四十二年 一只一百多斤的羊 在他的手里只需要十几分钟 就能按照不同菜品的需求切割得清清楚楚 大块的羊奶肉卷成卷 用纱布包裹 再用棉绳捆扎紧实 就可以下料锅熬煮 四个多小时后 太极肉就出锅了 当肉卷切开的时候 圆形的肉片肥瘦相间 如同太极的图案 吃起来越嚼越香 羊八丸中另一道再别处 很难吃到的菜品就是羊干八 是由牛干八演变而来的 羊干八切成薄片 油烧热 青花椒 辣椒入油锅炸香 然后倒入羊干八快速翻搅均匀 二十秒的时间即可出锅 香气四溢 咸香可口 与惠泽大海草山的黑山羊齐名的 还有以里河水里的红尊鱼 并成为惠泽的一红一黑 咱们惠泽有得天独号的冷水资源 我们这个冷水资源 最低的水温的时候有十度 最高的时候有二十一度 它是最适合尊鱼生长的 它是流水养子出来的鱼 流水养子出来的鱼 它基本上没有脂肪 全部都是肌肉 所以你吃起来这种鱼鱼 它的肉很Q弹 经过二十多年的养殖发展 惠泽红尊鱼的批发价格 也从最初的每公斤近三百元钱 降到了几十元钱 在惠泽吃红尊鱼 从水里到餐桌 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你看这条鱼拿起来 它中间有一道那种彩虹 彩虹针 从这里到这里彩虹针 而且你看从这边到这边 你看这个塞丝 它很红 你就不要担心 红尊鱼和三文鱼 同属于大马哈鱼类 吃法也相同 刺山最能吃出鱼肉的鲜美滋味 这个鸡尖刺 它是新鲜的鱼 它就扒不出来的 切的时候 因为它很短很短的薄片 你吃的时候就感受不出来 鱼片配上芥末汁生吃 口感结实饱满 味道鲜甜 鱼头和鱼骨剁成小块炖汤 汤浓味美 鱼皮过油炸酥 搭配辣椒面 焦香可口 在惠泽县 还有一个和惠泽古城 有着密切关系 是南同北运的大战 明清王朝铸臂同料的主工地 被誉为万里经运第一站的白雾村 2005年9月16日 白雾村被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这个院落保存的真是非常完好 非常精美 是的 以前的这些建筑都是很讲究的 像这个院落 它是一个二进院 四合五天井 走马串阁楼的这样一种建筑格局 像这样的院落在白雾村保留的 比较完整的还有七座 同时还有五座会馆 还有两千多座传统民居 所以来到惠泽的话 白雾村一定是要来看一看 是的 一定要来 来到白雾村 美食同样不容错过 有不少人来就是为了吃这一口 这里到底藏了什么美食呢 白雾村 百年老店非常的多 随处可见 白雾村的百年老店 也随处可见 对 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两项特色小吃 一个就是白雾村的洋芋粑粑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凉粉 从惠泽过来的 今天故意过来吃这边的洋芋粑粑的凉粉 专门来吃这个 这个怎么个好吃法 特别香 特别香 特别想吃的那种 我可以这样不同颜色 都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豌豆 这个是球子 豌豆比较香一点 球子要大味一点 还是好吃的 赵继珍家的凉粉店已经开了上百年 豌豆和荞麦两种凉粉都是五元钱一碗 逢年过节的时候 一天能卖上千碗 荞麦凉粉刮成丝 豌豆凉粉切成块 再放上油辣椒 酸萝卜丝和酸汤 红的白的绿的黄的 配在一起 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 它那绿豆粉不一样的是 绿豆粉入口的时候 弯路香很浓郁 对 但是这个是回味的 嚼的时候很浓郁 一些入口的时候是酸汤的味道 对 酸汤还有它那个芝麻花椒 那些油那种 那种麻辣鲜香的那种感觉 加上一点酸萝卜 很爽 尝尝这个荞麦的 荞麦的主打清 更软一些 吃完凉粉 不能不来品尝一下 白武村的洋芋芭芭 洋芋芭芭配合粉 是白武村的 小吃的百年老大道 哪儿没吃就吃得很好吃 有很多人都在排队 洋芋芭芭 其实是洋芋泥 加上酸菜 葱末 辣椒做成馅 用面粉做皮儿包起来 油炸而成的一种小吃 外面是脆脆的 里面是黏黏的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白武村的土豆饼 就这么好吃 它里面的这个土豆 是我们白武村本地 特产的一个 粉红小土豆做的馅 就会让你吃出那种 黏黏的那种感觉 而且土豆味很香 淀粉的含量很高 土豆好 所以洋芋芭芭芭 才好吃 白武村还有一种美食 虽然名气不大 但是吃过的食客 对它都有颇高的评价 那就是白武村的火腿 我们一般都是 在土房子里面腌制 土房子起到一个 冬暖下凉的作用 然后腌出来的火腿 盐巴一点都不咸 价格像这种 两年的整只就30块一斤 60块一公斤 然后这个三年的比较贵一点 三年的就45一斤 90一公斤 蔡丽家销售的 都是自己家做的 两年和三年的火腿 两年的火腿 更适合做菜 三年的火腿 就适合片成小片 直接品尝 就三年的火腿 接下来就这个样子 三年的就可以生吃的 直接就可以吃了 它鲜味特别明显 有点像木柴 香特别香 越嚼越香 它的层次是很丰富的 当肉口的时候那种 有点松木香的那种味道 然后慢慢地 干香味 很足 对对对 一般就蒸来吃 炒来吃 这两天最好的话 就豆焖饭 豆焖饭 做得上是一道 代表春天味道的 惠泽美食 做豆焖饭 一定要炸火 烫上围炉煮饭 惠泽属于高寒冷凉山区 所以一年四季 它的温度 其实都不会很高 所以我们惠泽人民 有一个围炉而坐的 这样的吃饭的一个西足 吃到北京好吃的 那就特别多了 我们可以烤茶 小罐茶 我们惠泽的 那还有可以烤 我们家惠泽的土豆 那还有我们的小瓜 还有我们的豆腐 我们还有平时呢 煮个火锅 还有我们的豌豆焖饭 特别的热闹 凡是想吃的东西 都在做咱们的时间 是的 豆焖饭 先要焖上一锅米饭 然后处理其余食材 锅里放油 把火腿丁炒香 再把新鲜的残豆 豌豆一起炒香 加入油炸的洋芋块拌匀 放少许盐调味 把炒香的食材 倒入一口空砂锅里 加少许水 再把米饭倒在食材上面 盖上盖 好 焖着 我们可以及时等到 一般我们火小的话 二十分钟也要要的 这么多的美食 当然还少不了一罐 云南特色的小罐炕茶 喝了浓香四溢的小罐炕茶 豆焖饭也可以出锅了 把砂锅里的所有食材拌匀 火腿的咸香 米饭的干香 洋芋的清甜 加上蚕豆和豌豆的清香 各种香味融合在一起 入口顺滑 就像惠泽古城一样 回味悠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